陈冬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须》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765集 真有造化物 有些东西遭天际 很难长久的保存 一旦出土就离消散不远了 难道今天与我来说 有一场大机缘 应哲仙身边的神王笑了 他封神如玉 俊朗儿出尘 此刻眼中泛出神王 不能特别的镇定了 后方应无敌也来了 而应小小 身段婀娜 引发其妖 容颜绝美 现在却撅着嘴 不情不悦 对前方那个 同他姐姐并肩而立的使者 抱有敌意 嗯 我感应到那个曹德的契机了 他应该是冲着出土的造化物而去 也好 他这个人我收了 造化物我取了 显然 应哲仙身边这个神王心情大好 发出了一片赤声的霞光 果带着几人瞬间消失 没入秘境最深处 他要去夺造化 因为能够让天洁出血 披露雷霆的东西 一定很不凡 两位使者的猜测 虽然有出入 但是事实上 楚风的确找到了造化物质 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这片秘境的某一片僻静之地 晶莹的光滑蒸腾 混沌气缭绕 那里是一片极其特殊的地方 楚风来了 就站在近前 他相当吃惊也很震撼 那是什么东西 怎么看都有点神话中 记载中的东西 母金之夜 这东西对他用处太大了 这时 在痴痴声中 人影闪过 先后有两批人 分别陪着两个使者赶到 楚风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赤风 以及更前方的神秘男子 也看到了硬折仙 以及与他并肩而立的儒雅神王 不过 这些人的瞳孔都收缩了 包括那个儒雅神王 现在都难以保持镇定 心中矩阵 他看到了什么 母金液体 号称原石 母金池的东西 一旦成形在开天辟地前 大天地大世界 大宇宙一旦成形 这种物质 就不可能再现 因为都早已凝固于定型 他太稀有了 内部蕴含着开天前的各种纹路 可遇不可求 古往今来 多少前辈大贤 多少不可名状的大宇级进化者 都在闯混沌 在追寻 莫不想得到 因为当时的路 石下的进化大道 都几乎走到尽头了 人们看不到出路 才会去寻找开天前的东西 希望从中窥探到某种神秘端倪 而形体等不可名状的大宇级强者 更是想从这样特殊的物质中 找到出路 找到活路 解决自身的大问题 现在 楚风盯着这一口 不过三尺剑方的池子 眼神犀利 极其的激动 即便魂光合一 小阴间的道果回归 他也难以镇定 情绪起伏俱立 他倒是没有不可名状 没有大宇级进化者的紧迫感 需要去解决自身问题 但是 他却可以借此塑造自己的兵器 以这口池子养出来的兵器 注定逆天 相传 这口池子能培育出至高兵器 因为蕴含的纹路太特殊 不可理解 但却极度强大 楚风笑了 很阳光也很灿烂 除了练兵物道外 这口池子对他来说 还能练七宝妙术 因为这绝对算是天地七真 代表了金属性的极致 这口池子中蕴含着特殊霞光 很密集 不断交织 他吸收一些毫无问题 七宝妙术虽不敌五疯子的石光术 但是却也是举世皆具的恐怖杀手锏 其实 上一次楚风动用七宝妙术 难以有效震杀五疯子一系的传人 那位年轻的大圣历尘天 最主要的原因 还不是此树排名不敌 而是他没有寻找到 合适的天地七真物质 不曾彻底炼成此树 到现在 楚风也只找到了 阴属性与土属性的 天地七真物质 还差不少呢 楚风第一时间 就运转七宝妙术 汲取精粹 一时间 他通体迅烂 金属光泽流转 魂光更是共鸣于大圣 简单而直接 看到这口池子 猜测出他是什么后 楚风便开始直接淬裂 修炼七宝妙术 现在 他体内的神王道果复苏了 十年沉淀 在神王领域参悟至今 他早已研究透了七宝妙术 因此 现在效率太高 也无比的迅疾 他周身发光 隐约间绽放出七色 神光冲消 远处 应哲仙无暇的绝美面孔 面色微变 他想到了过去 想到了在异域的一些 模糊的经历 从异域回归后 原本记忆会消散 但是 他是应哲仙 曾记住一些 更因为后来与楚风相处 被告知许多事 当初 是他将七宝妙术传给楚风 在异域 联手对敌 他如今 竟真的练成了这种无上妙术 这是不传之秘 即便是在亚先族 也只有最核心的有术人 才能够得到口诀 当年 异域能自动磨灭人的记忆 故此他传功时 并不担心什么外泄经文 没什么心理负担 神王道果在楚风体内 现在不是自我沉浸闭关的状态 而是彻底觉醒时 完整昏光共同参与 因此练功太快了 几乎是吸收了池中的部分下光后 他就快要练成了 神王领域这么多年的积淀与研究 不是白过来的 楚风轻忽了一口气 感觉很圆满 他隐约间觉得 所有人都可能低估了七宝妙术 不见得只排在第十一位 因为他觉得 现在这种妙术的威力 暴涨了一大截 过去他的排名低 很有可能是因为太难炼成 因为他需要七种天地 七真物质 正常来说 哪里去寻找呢 而用一般的物质代替 效果肯定会大大折扣 而威力自然也会锐减 楚风怀疑 如果他能凑齐七种最稀有的天地 七真物质 是不是可以用七宝妙术 匹迪五疯子的时光术 甚至克制呢 倒是有些手段 杰族仙灯 汲取母金叶池中的小部分精粹 好了 到此为止吧 将那母金叶池镜线上来 这时 赤丰前方的青年使者开口 直接索要此地造化 而且让楚风镜线 他带着淡笑 背负双手 周身物癌涌动 他是一位强大的神王 而且是可以俯视众多神王的 那种顶尖王者 楚风瞥了他一眼 没有搭理他 因为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自己身上那枚在轮回过程中 破碎的金刚镯 是否可以在这里复原了呢 他在考虑 自己的兵器到底要铸成什么 不远处 那名使者见楚风没有回应 反而在那里出神 他倒也没有生怒 而是依旧挂着淡笑 静静地俯视这边 然而 赤丰却毛骨悚然 尽管他嘴上不分曹德 心中更是想杀他 但是 时至今日 他相当的敏感 他简直是对曹德 生出丝丝的含义 与惧怕了 有种发怵的感觉 要知道 他可是堂堂神王呀 现在他觉得不对劲 这曹德太安静了 也太镇定了 故作镇定 故弄玄虚吗 一瞬间他有些心颤 这可是神王级秘境 曹德凭什么赶进来呢 凭借第一山的威风压制别人吗 他有些坐不住了 向那位使者告罪 说是要紧急离开一会儿 然后他就飞顿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